哈囉,歡迎長期觀看羅伊老師頻道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是生活大小事的開箱單元 那我們今天開箱的是三個東西 那都是跟清潔鞋子有關係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像羅伊老師一樣 鞋子都喜歡穿百步鞋 不管是帶點顏色、帶點藍色、帶點黃色 不帶點其他顏色 或是純白的白步鞋 那我個人呢,在這個年齡、這個歲數階段 是非常愛愛女學這件事情 覺得白步鞋是一個百搭的 也許韓劇還是什麼帶動的我也不曉得 那就是穿牛仔褲啊、穿西裝褲啊 你只要搭一個很白的白步鞋 或是一些Nike的復古白球鞋 也都會是一個很帥的一個標準 那今天清潔鞋子有三個東西 要為各位做開箱 一個是Mr. Shoes Wash 我們把他中文名稱給大家一下 防禦工士清潔木屎 他叫做洗鞋特工 那這個洗鞋特工裡面有附一些清潔用處 第二個呢,他也是防禦工士的 他叫做白鞋特工放黃修復救星 也是Mr. White Shoes 他名稱稍微有點不一樣 再最後一個呢,這叫做 防禦工士白鞋放黃土色筆 那我們等一下會一一為各位測試 看看這些防禦工士的 相關的洗鞋產品 那這個適用範圍呢 天然合成皮革啊、幾皮啊、反布啊 或各種布質的表面 比如說鞋類、衣褲、包袋 就是手提包、手提袋 或者是帽子類都可以 那適用方法呢 使用軟毛刷 然後用水沾絲 我們邊講邊打開看 他這個是比較特別是有附軟毛刷 應該說其他比較不特別 他是沒附軟毛刷 這感覺就是一開始 從最基本的清潔步驟開始幫你處理 這種軟毛刷 這感覺像是我們一般 其實在加熱服啊 或什麼大賣場都可以買得到的 好 所以這個東西 要把它拆開來 開箱囉 最近很喜歡開箱 其實也是看喔 就是希望這些東西 所以大家是有幫助的 那如果它真的好用 我也有機會推薦給大家用 那如果它真的不好用呢 我就不要說太多啦 我們就測試給大家看 大家有眼睛都可以看得到 好啦 我們現在水也被洗了 這邊 有一個小容器裡面裝的水 然後呢 我們鞋子也有囉 來這一雙 沒有為它打廣告 但是它的鞋子 還算舒適 Auto的 這一天故意把它穿得很髒 然後也不去擦它 不去洗它 就是為了今天拍片而準備的 好啦 我們現在按照它的步驟 一步一步的把這個 白布鞋按照它步驟來洗 將專用軟毛刷 以水沾濕 好 以水沾濕 然後第二個步驟呢 在軟毛刷上 按壓本產品一到兩下 把這個打開 這應該是要搖一搖 按壓本產品一到兩下 一一下 兩下 一到兩下 我們就兩下給它煮 再來第三個步驟呢 輕輕刷洗鞋面 產生微量泡沫 以溶解頑固即髒 來 輕輕的刷洗鞋面 我輕輕的刷 我們要很用力的刷齁 我們平常其實都會用力刷啦齁 但是呢我們今天 它上面有寫到 輕輕的刷洗鞋面嘛 所以那我們就來輕輕的刷洗 來看看這個鞋子 好像有差欸 有差 可以讓我嚇到喔 剛剛沒看到正面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看背面 背面這一塊 還有這一塊 我們輕輕刷洗 那個東西真的不傷手嗎 嗯 因為它的效果很好欸 我真的就是輕輕刷洗 然後 目前已經好很多 我們等一下拿另外一雙起來比較 我們單純來看輕輕刷洗這個步驟呢 左邊這雙是清潔過的 右邊這一雙是還沒有清潔過的 那剛剛兩隻是差不多髒的 這是正面 然後我們看側面 有差別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面 就是這一面 它也是一樣是有差別的耶 雖然說可能還沒有到很乾淨 但是呢 它已經有一個差別在 這個有讓我驚嚴到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步驟 最後用乾布擦乾 並靜置時時自然風乾即可 好乾布 來 再用乾布擦 來來來來 輕輕刷 跟 還沒有刷的 左邊輕輕刷 右邊還沒有刷的 好 欸 厲害耶 這個盒子打開來之後 就是這兩個 毛刷跟這一罐 好 這個好用可以買 再來第二個我們要實驗的是這個 白鞋特工 放黃修復救星 極差極亮白 白鞋必備可重複使用 鞋子放黃洗不掉 針灸心 白鞋特工採用 新型配方 搭配 這個 平潔海綿頭 只要簡單刷刷刷 秒數讓你白潔如青 那我們一樣把它打開來看 邊打開邊看它的使用方法 它的使用範圍呢 跟剛剛一樣 其實就是皮革啦 白鞋啦 帆布啦 塑膠啦 塑膠製品等等的 打開來之後長這個樣子 它上面有一個海綿刷頭 那上面有寫到什麼呢 我們來繼續看它的使用說明 使用前搖勻並準備一張紙搭配使用 將本產品倒放 並放在紙杖上擠壓 讓海綿頭吸收塗料 好我這邊有準備到紙了 紙就在這裡 讓海綿頭導致 再需修補的白色斜面來回塗刷 自然風乾即可完成 使用後海綿頭必須要清水清洗 並免密化 那這個稍微比較麻煩就是說 它這個有刷頭 弄好之後呢 你必須要把它洗乾淨 未來重複使用的機率才會大 那這就會讓我有點不太想用它 因為我必須還要再去做一個心底的動作 好那沒關係 那它這個好處是什麼 我看看 它可以修復細緻的刮頭和污筍 然後具備防潑水效果不容易變色 那本產品不含溶劑 不會傷害你的愛血 我現在在讓它導致 讓我的前面的白刷頭 可以充滿了裡面的藥劑 我這個白色的紙 有一個更白的東西在上面了 這是我白刷頭裡面留出來的白色液體 第三個就是直接在要修補的白血來回塗刷 因為它叫放黃修復救星 也就是說我們前面剛剛已經先用這一個東西 把它做一個初步清潔 洗鞋特工嘛 洗鞋特工洗好了之後呢 如果還會有黃 那它叫做放黃修復救星 所以我勢必呢 今天這兩隻鞋子 我還是得拿原本這隻來實驗 來我們看看 好假設這一塊 一樣前面這一塊 來我們把它塗 塗塗塗塗 欸有效喔 鞋帶我來試看看喔 鞋帶剛剛其實還蠻黑的 那也許我這樣子弄一弄它 馬上就擺回來了 裡面的主要成分 乳化劑、樹脂和水 真的就這樣嗎 不小心喔 乳化劑、樹脂和水就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好 我摔一下 這邊有一個髒 髒髒黑黑的 你看看 這個髒髒黑黑的 我把它塗一塗 看有沒有會怎麼樣 有捏 有沒有 髒髒黑黑變白 旁邊這個鞋帶變白 你看這個鞋帶跟這個鞋帶比起來 兩個有差耶 哎呦 所以 嗯 這個洗鞋特工 擅住 我了解它的使用方式了 好 我現在來針對一些細微微小的部分來處理它 我先都針對局部 如果各位你有興趣就把它買回去用 來 局部用好了 最後一個 這個叫做 防禦公式 白血放黃色筆 我們一樣來看一下 它的使用方法就是 充分搖勻 然後 旋轉鼻尾 然後再需要修補的表面 來回刷圖 自然風乾即可 除成分 乳化劑、樹脂水 所以它就是這個的 熟腳板 除成成分都一樣 充分搖勻 我可以知道這一罐我不會喜歡 這一罐 有可能會放棄它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愛一雙鞋的時候 你想要把一些細緻的地方 把它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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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浪費 弄在鞋子上 你真的想要讓它 是乾淨的時候 喔 有沒有像立可白之類的東西 來來來來 一定要來看一下 有沒有有沒有 它就是這樣子 把那個 車縫線啊 由黑變白 有沒有 如果你是對這種 很在意你的白鞋子 一定要乾淨到 那麼樣的程度的時候呢 這一隻比 欸 比想像中好用欸 好我們來看看 剛剛不能這樣到手 洗得掉嗎 不知道欸 應該可以吧 來 喔其實是還蠻 蠻容易洗掉的 好 我們來看 兩隻鞋子 是不是讓你有很大的反差感呢 嗯 這時候 這隻貓淺淺在這邊 你是想要 讓你的毛 油黃 變白嗎 不然為什麼 你一定在這邊看呢 這隻淺淺啊 很喜歡在我每次講話 唱歌的時候 他就會在旁邊等 好啦 我們今天的實測到這邊 實測其實算成分的 好 再來一根對說明是 這個叫洗鞋特工 洗鞋特工裡面有這兩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就夠了 這兩組加起來就很實用 那如果你想要再讓 油黃變白 那就是再加這個就好了 那如果你真的呢 覺得 很多很細緻的地方 你要顧到 那就買它啦 就是三個東西都買起來 你的一雙黃鞋 還蠻容易就變白了 但是得花一些時間 但是如果你只買這個東西呢 你也可以擺得很快 難得薇老師開箱開到 還覺得 不錯的場景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會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歡迎大家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整個螢幕啊 事況還有很多地方 可以讓各位來置入的 來擺各位公司的LOGO的 那歡迎各位把這個 公司LOGO置入到我的畫面 那歡迎跟我們的 商業訊息的網址聯繫 那記得 分享給你的好朋友知道 你還想開箱什麼樣的東西 你覺得網路上有哪些東西是詐騙的 你想要留給老師 去把它買回來 為各位開箱測試的 那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就這樣囉 掰掰